欢迎收看香港贸法局网上频道 2015年过了差不多一半 是时候看看香港过去几个月的出口表现 和香港贸法局环球市场首席经济师潘永才谈谈 Daniel 香港首四个月的出口增长是2.3% 就低于去年全年的3.2% 你怎样解读这个情况呢 今年首几个月香港的出口比较差 主要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 全球的经济表现都比较强差人异 在美国方面 它一再受到惡劣天理影响 所以它在头一季的时候 经济是受熟的 影响到它的入口意欲 另一方面 欧洲受到欧債危机 特別是希臘危机所影响 所以影响它的经济增长 而在日本方面 一方面它仍然是要面对低增长的格局 另一方面 亦都是通缩的威胁再次涌现的 因爲中共有什么原因 令到香港的出口 今年下四个月都是表现一半的 2015年其余的时间 全球的经济环境 有一个贸易环境将会有些改善的 特别就是在这个传统市场 它们的表现相对应该是比较好些 它将会是香港的出口的原动力 我们觉得香港的出口 今年都会达到3%的增长这个预期 新兴市场的前景又怎样呢 它们其中什么地区 是会带动香港的出口增长呢 成熟市场的需求增加的话 亦都会令到我们一些新兴市场的出口得益 对于它的经济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在中国方面 虽然就是说在这个新常规底下 经济增长会放缓 但是中央政府也都会 不时会推出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譬如就是说 成立一些新的自贸区 一带一路 这些措施都会令到那个经济 层次一路提高 这个东盟国家 和中国不同 就是它们的经济增长 就会加速的 东盟以外 印度也是一个相当之有潜质的市场 整体来说 由于亚洲区 这些市场 它们一路这样增长 它们经济增长也都会带动到 它们的中产人数增加 亦都这样可以为香港的厂家提供很多新的做生意的商机 如果以行业来分 哪些是带动香港出口的火车头 哪些行业的表现又比较差 整体来说 全球那个货业环境改善 都会令到大部分香港的出口的类别都会得益的 特别就是说在电子产品方面 电子产品是佔我们出口 总出口佔了六成以上 所以如果电子产品的需求增加 我们的电子出口好的话 亦都可以带动我们整体的出口 那个表现是会好一点的 另一方面就是其他的产品 好像玩具 珠宝 钟标 亦都会受为全球的贸易和经济环境改善 而得益的 在成腰方面 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太多了 因为随着近几年 在这个珠三角的生产环境 越来越惡劣的话 很多的海外买家 欧美的买家 都将他们的采购 由中国转去其他鄰近的国家 好像去曼加拉 越南 印尼 以至缅甸去采购 所以我们的出口商面对的竞争 也都一直不断地增加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 展望下半年 香港的出口 又会面对一些什么风险和挑战呢 我们看到海外市场 尤其是一些成熟的市场 它们的通缩的压力 仍然是存在的 特别就是说 在这个欧元区 其实它的通缩压力是最大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 中央银行的不同的政策 也都会带来一些震荡 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就是联储局 就快将会加息 在欧洲 在日本 它们仍然会推出一些量化寬鬆的措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球的资本市场都会有些动荡 现在我们看到在中东 局势就比较混亂 如果它们进一步惡化的话 就将会不单影响区内 也都会影响到全球贸易的 或者经济的环境 谢谢Daniel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 香港贸化局研究部更详细的 香港出口形势评估 可以登上www.hktdc.com slash research浏览 再见